臺北市的很多人的感覺是什麼 是虎無人 嚇死市民 為什麼這樣講呢 柯文哲的心態是什麼 其實倒也不是故意要對向中央 而是他心中怕 他的心態很像普丁一樣 普丁出來出來嗎 哲人時期 你沒有道義 你明明用標槍飛在達國坦克的 你怎麼可以用星光呢 你害我準備不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 是他突然發現說 他已經做了 他只會他單調的 單純的SOP 所以這個莫德納登記完畢了 現在重新來過一次 然後其他縣市長就趕快應變 但是他沒有這個應變能力 所以他真正恐懼是什麼 他恐懼的是 他其實不是臺北市的醫療量人 是臺北市的行政量人 他完全沒辦法控理 他的治理師人 其實柯文哲他是 他絕對不是笨 他絕對不是笨 我講這個分不清楚狀況 那叫做糊塗 那張官李戴叫大義 那用明朝的劍 去斬清朝的官就要造反了 那現在他在做什麼 他真的是在造反 為什麼說造反呢 同樣的運行 今年的COVID-19 大家擔心什麼 是生活的壓力 被隔離 對不對 我如果不小心 我確診了 我跟這麼多人接觸 這些人都要因為我 而被隔離三天 那他的生活上的壓力怎麼辦 他的經濟來源怎麼辦 所以那是拍謝 是對朋友之間的不好意思 所以兩年之間 同樣的一個病毒 對於人民的壓力 跟恐慌來源不一樣 但是柯文哲 故意把去年的恐慌 複製到今年來 為什麼 他講了一個什麼 我要軟性封城 那個軟性封城是什麼意思 大家心裡想 我管你硬還是軟 對不對 我就是問你要不要封城 一封城還得了 小吃店的生意怎麼做 人民的經濟怎麼辦 一般的職員上班賺錢怎麼辦 大家擔心這個 所以一下子他的聲量 衝到四萬多比 高興 他好爽 他高興 他在家裡面看電視 就翹著腳說 嘿嘿 你這些傻瓜 你看我隨便講個軟性封城 你們就有個四萬多比 來討論我 連續討論好幾天 他就很爽 他就很爽 可是呢 一下就沒聲音了 因為人家開始追問啊 那什麼叫硬性 什麼叫軟性 他又講不下去了 那聲量又掉下去了嘛 過了兩天 他馬上你看 又在這個五月一號 他又講了 我跟你講喔 中央不要這樣亂搞 馬上這個兒童的BNT又要來 這把大家都搞得快要發瘋了 一下他的聲量 碰 又衝上來了 又衝到三萬多比 他又很高興 他就覺得很非常非常開心 我又被討論了 在家裡看電視都心想 這些傻瓜又在討論我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傻瓜 對 可是呢 這是人民的恐慌 你的聲量造成人民的恐慌 因為人民心裡想 我管你聲量高不高 我管你未來要怎麼樣 還我正常生活吧 侯友宜其實遇到很多問題 跟柯文哲確實是一樣 譬如說最近大家遇到問題 就是中央系統一直當機 包括就是地方能力不足的問題 可是你看兩個首長 柯文哲每天在媒體上面刷聲量 好像就是他是受害者 然後他幫中央插了多少屁股 但是侯友宜的態度就是 他跟中央一起解決問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市民就面臨到這個問題 地方跟中央是要一起合作的 那我覺得侯友宜在某個部分 我們在底氣上是不如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是他在臺北市 臺北市擁有全臺灣最棒的醫療資源 那他最多的醫護人力 有最多的醫學中心 所以侯友宜 我們新北市這邊 確實就是很多地方 是要跟中央一起合作 那跟柯文哲沒有 柯文哲反正他靠他自己可能就夠 所以就每天唱中央 今天即便是中央跟他做的 想的不一樣 柯文哲也覺得說無所謂 反正他自己有很豐富的資源 那我就覺得你就有點得了便宜 還賣乖 比如說在醫療資源部分 我們新北很不如臺北 但是今天侯友宜都講 我們今天增設很多 我們的社區篩檢站 或者是我們的醫護集中檢疫所 我們現在目前使用率 只有到四成而已 就是沒有到爆掉 可是你看臺北市說 現在要爆掉 那我就覺得 癱瘓了 這就是管理的問題 你資源這麼多 你癱瘓 我們這邊資源比你少 我們還有四成 那是什麼問題 你沒有做好分流 所以今天 比如說遇到輕症的 以新北市來說 就是盡量做居家照顧 然後中重症再去 集中檢疫所跟醫院 那你台北市有這樣嗎 我看到台北市很多議員 他們就是輕症 甚至無症狀 都在集中檢疫所 那你沒有做好分流 當然就是這個狀況 好 第二个 台北市現在還在跟新北市比 我看到今天黃珊珊大動作的澄清 澄清什麼 他澄清說 大家說台北市的檢驗能量 是比新北低 這是錯誤的 他說台北市有三萬 但是我剛剛看新聞 他其實三萬講的是 實驗室的量能 就是說呢 如果全部收過來 我們實驗室是可以做到三萬 可是實際上 他所設篩檢站 一天大概是多少量的呢 六千而已 但是新北市 我們這邊 新北市的篩檢的量的 就是我們設篩檢站 一天可以篩檢一萬三千多 比他們六千是多的 那高雄四萬五 對啊 但是實驗 實驗室的量能 確實我們是比較少 我們只有兩萬多 那你重點是 你要把篩檢站鋪出來 你要設定篩檢站 讓人家篩檢 你硬要去比較 可是你不做實事 那當然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大家想想看 科學者每天抱怨 每天抱怨 到底他解決了什麼問題 他這些抱怨 有讓市民的防疫 做到比較好的對待嗎 沒有的話 那這些抱怨呢 其實就是防疫上面 雜音而已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正直到了